全球晶片持續短圈 美國不只端出520億美元補助法案 更傳出繼台積電之後 向金元二哥聯電遞出橄欖枝 邀請到底特利設廠 目前汽車電子的晶片 導致很可能會讓 在底特利地區的所謂的 汽車的製造工人 面臨的嚴重的失業的問題 底特利為美國重要生產汽車產地 包括通用福特都落腳在這 為了究竟提供當地車廠車用晶片 市場傳出美國政府邀請聯電 到底特利新建12寸晶圓廠 主工車用成熟製程 投資了將達千億元 初期月產能大約一萬五千片 到兩萬片和台積電先進製程 做區隔 不過看看聯電布局 今年二月才剛公告 要擴充南科產能 甚至還要在新加坡設立 22奈米廠 力拼2024年底量產 專家分析 如果美國廠設立 可能會面臨產能過剩問題 面對市場傳聞 聯電布評論 只強調持續在世界各地進行評估 設廠採取生產基地較分散的策略 專家認為 如果要到美國設廠 除了資金 聯電還得面臨土地水電稅 人才不足等挑戰 美國政府想拉攏半導體大廠 恐怕得釋出更大誠意 繼續觀眾網中軍採訪報導